马来西亚冰城州的政府 今年6月1号开始将全面落实 从源头分类垃圾 包括一项很少被回收的玻璃瓶 马来西亚北部由于没有正式的玻璃瓶回收商 只能够往垃圾厂去掩埋 如今有厂商愿意与政府合作 政府也想到了努力12年的慈济北海环保教育站 透过引荐 回收商将开始收购慈济回收的玻璃瓶 玻璃瓶回收价格低运输费用高 因此12年来慈济北海环保教育站坚持回收后 总是自费送给回收商 如今终于有人勇于承担 要回收没有人做我们做 我们做槟城第一家 跟慈济收购的话 他们这些钱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设计想要跟朋友们打开这些工厅 我们也会购买机器 因为它很简单 可以带到货币 就像带到台湾 槟城州政府回收商 以及实际携手努力 为6月将正式落实的资源回收政策起跑 因为没有汽车人 谁喜欢拿汽车 我认为在最后 它会落在土壤的土壤 所以我认为今天是历史的日子 我们可以带到货币 可以带到汽车和汽车 成俄的问题有了出口 同时全民环保教育也是目标之一 大爱新闻之上美志工马来西亚报导